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不知脱节者非常的多 因此于宏慈旧节宝经中开示 脱节时心 其中第七心 无起夜乐心 劝戒世人不可担逆于贪图享受 好奢华浪费无骨的不当心念 而是要心存感恩天地之造化 要知福 惜福 少欲知足 因为福禄用尽 即是劫难 所谓物极必反 乐极深悲 当夜乐享尽后 必会导致身心五行失调 社会伦理失序 及资源过度浪费 大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而种下灾结的祸根 古时候人与大自然搏斗 猎杀动物以图温饱 现代文明科学进步了 人类客服了大自然大量饲养动物 作为餐桌上的佳肴 蓄木排放的甲烷 破坏了大气层 污染了水源 让生存环境比以前更加险峻 许多人以为艳乐能带来快乐 但大鱼大肉会造下杀身之恶业 还有人将艳乐作为 翘走捷径的手段 以谋求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或地位 未知到 而艳乐的场合中 常常也少不了美色美酒的诱惑 在酒色的催化下 很容易犯下邪淫及酗酒之恶业 更有许多人在艳乐时 心存妄念 口说妄语 由此可知 在艳乐的场合 往往已经陷入了 杀到迎望酒的孤独之中 污着了原本亲民的自信 迷失了心智 巧用心智不断地追求财富利路 想把财富留于子孙后代 殊不知 却把后代子孙的资源提前消耗 道德尽失 官圣帝君在明圣经开始 好货财富贵 杀人重信 只顾爽心乐事 奇小的后来报应 如彩云流离 鲜花明月 富贵如浮云 一下子就会消失 月皇上帝也在消解经 告诉我们消解之方 福可折 亦可惜 福不在财多 财多不是福 福在子孙贤 子孙贤是福 行方便 上苍刺耳福无限 基因功 上天刺耳福无穷 习无骨 上苍自然天一路 知情俭 勤俭之人天眷顾 祈福之方在此全 这都是告诉世人 真正恒常不变的幸福快乐 是来自道德福贵的增长 自重自律 老子曰 简不能广 极简是美德 简能克制欲念 一个富足的社会 必有勤俭的人民 佛家也告诉我们 要持守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虚久戒 不单逆 艳乐狂欢 不贪图 物质享受 明圣经 万物稀罕天地化 衣食生长与人灵 如能遵守习万物 福有 永归祸不清 告诉我们 要爱护生灵 珍惜资源 知足 习福 再造福 用道德 维护大自然 走进大自然 疗愈身心 享受体内的五行 与大自然的五行 和谐 共振的享宴 这才是真正留给后代最好的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